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花心的制作方法 花心我们环形起针 小拇指绕线挂到食指上 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根线 环形起针绕一个圈 在这个圈里面来起针 钩针穿入到线圈里面 好,我们钩针绕线 勾出来 再绕线 勾出来 这里不算做是一针 我们开始正式去起针 起五个短针 勾针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来 好,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同时退出这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完成 我们拿出记号扣 在第一个短针位置做一下标记 好,接着下一个针目 勾针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两个短针 按照这个方法 起出来五个短针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完成以后我们拉紧线圈 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好,挑起来的是两根线 我们把这个线头放到勾针的上方 把线勾出来 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个叫做引拔针 每一圈结束 我们都要勾一个引拔针 下面开始勾第二圈 每一圈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要立一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勾出来 好,一个辫子针完成 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是六个短针的加针 短针加针 我们勾针 穿入到刚才引拔针的针目里面 短针加针就是在每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出来两个短针 好,勾出来 一个短针 记号扣在第一针位置去做标记 新手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去做标记 好,我们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穿进去 勾出来 两个短针 这样子 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勾完这一圈 这一圈完成以后 一共有十个短针 第二圈最后一针已经完成了 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我们勾出来 然后做引拔连接 下面开始勾第三圈和第四圈 第三圈和第四圈勾之方法完全相同 勾针绕线勾出来 每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好,下一个针目 不加不减的 我们把这两圈去勾完 记得每一圈最后一针 一定要做引拔 然后新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做起立针 后面大家自行完成 我这里就不再做示范 下面我们开始勾之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勾针绕线 先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短针的减针 这一圈是五个短针减针 短针减针的勾之方法 勾针 还是穿入到刚才的这个针目 好,穿进去 然后我们勾出来 下一个针目穿进去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同时退出的三个线圈 减针完成 再来重复一次 勾针穿入到下一个针目里面 好,然后我们勾出来 接着下一个针目穿进去 勾出来 绕线同时退出的三个线圈 两个短针减针完成 一直这样重复 勾之五个短针的减针 五个短针减针完成以后 我们和第一针位置 去做引拔连接 找不到第一针的小伙伴 一定要在第一针去做标记 好,我们勾出来 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 然后断线 把线圈拉出来以后 这样子就完成了 把这个刚开始起针的线圈 我们可以给它塞到这个里面来 这样子一个小花心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 这个叶子的勾之方法 由于叶子的颜色比较深 我这里用五股线 粗一点的线来给大家做示范 好,咱们小拇指绕线挂到食指上 大拇指和中指捏住这根线 我们勾针绕线 好,再绕线勾出来 这里的话不算做是一针 我们开始正式的去起针 勾针绕线勾出来 好,这里一个V字形就是第一针 再绕线勾出来 两针 三针 我们一共起25个辫子针 25个辫子针完成 我们第一个针目不勾到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针调起来左半边的这根线 好,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来定型条 定型条放在勾针的上方 线的下方 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绕线 退两个线圈 好,这样一个短针完成 我们一共一直勾短针 勾到剩余最后一个针目 勾针调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然后勾针绕线 退两个线圈 按照这个方法 一直勾到剩余最后一针 我们现在勾到了剩余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的位置 我们勾针穿进去 好,然后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在最后一针这里勾出来三个短针 同一个针目勾三个短针 完成以后 我们勾对面的叶子 同样的方法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注意这里入针位置 要和对面的短针在同一个针目去入针 好,同时把这个线 和铁丝放在针针上方 给它包裹进来 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勾到最后 最后一针完成以后 我们和第一针位置做引拔连接 好,然后我们断线 断线以后和花瓣缠绕方法一样 把剩余的线头缠绕在铁瓷上就可以了 这样一片叶子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组装方法 用到一根40厘米长的花杆 然后八片花瓣 有这一个花心 然后还有这个叶子 我们现在来开始组装 我们首先在花杆上面 顶部打一点胶 不要打得太多 好,然后拿出来花心 拿出来花心以后把它搓进去 好,把这个胶呢 在这个上面去缠绕一下 用这个线头 这样子花心就固定住了 现在我们拿出来和叶子同颜色的线 我们把花瓣加上去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瓣加上去 一片 注意啊 这个纹理模糊的是反面 纹理清晰的是正面 正面朝上,反面朝下 我们把这个线 这样子给它放上来 然后去缠绕一圈 好,接着再加 另外的花瓣 第一层我们就是 可以先给它加出来四个花瓣 这样子 然后弄完了以后 我们再加第二层的花瓣 再去加出来四个 在两个花瓣中间的位置去加 你也可以一下子 就是把所有的花瓣 放上去了以后 再去用线 给它固定 也可以 大家就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组装 这个组装方法不为一 好 这样子就全部都组装到上面来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 然后开始继续去缠绕 一直缠绕的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来加上叶子 缠绕的不要露铁丝 缠绕到大概这个位置以后 我们把叶子加上来 叶子也是分正反面的啊 这面就是反面 这面就是正面 我们就注意纹理清晰的 它就是正面 好 然后加上叶子以后 继续去缠绕到花瓣 缠绕到花杆的底部就可以了 缠绕到底部以后 我们打胶 打胶去给它粘一下 然后再去在上面缠绕一下 断线就可以了 完成以后我们调整一下 这个花瓣的形状 好 这样子一枝隔山花就做好了 开始编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概念 很有趣的